历朝历代,都有举行早朝大典的惯例,唐朝的朝会,基本研习了前朝的救赎,是日臣天子做早朝受百官祝贺新年,每年正代还蒙蒙亮书,光未开之前,昭赫活动就开始了,在向三四十大金武等文武,百官深入华福,依化主百具雍马,方不向城,而长安城,也因百具要接末未知,或城,杨聚元在其,元旦城里逢吉社人,诗中则突出表现了昭赫,对武整齐的一仗,所庄严俗目的氛围,华一文武,贺新年,双仗药, 摇排风雪前,一片彩霞影鼠日,摸口,红竹洞春天,称桑山色和元气,端面卢火别锐烟,供说正出当圣泽,试过西耶文群衔,除了在京的朝官外,各地方官也要携各地方特产,作为贡品,元父经师来行元旦朝克之礼,唐帝国的繁荣昌盛,时的元日朝会一场盛大,整个活动,不但有内外朝臣,向皇帝赫岁,而且各少数民族政权和附属国的统治者也都碰,距离前来向唐皇帝赫政,与唐帝国交好,唐太 宗正诞临朝到,白蓝奉侠进,末国朝内央,贺豆眼灌溉,跟伦胜福章,于今飞迟到,中古镇元郎,足以晋险,唐王朝应应大国气派,光剑,元日早朝,十月大国里乐北,末方昭元正,东方色魏宗,贯剑门以明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,不胜美举,唐王朝见末国来贺政的好时机,展示国为弘弘国法,时政外交,这无形中,也促进民族间的交流,融合,元旦朝会理智甚援,诸多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,一切程 情绪都必,许案不就班不容有失,否则轻者发奉,重者贬官,剧南部新书,卷丁宰,唐宣宗十七朝贺,如同宰相,及诸四火城,西街脱灭,过其年无障,集中书门下,率文五百辽义东商革门,横行败表称庆,内陈宣达,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,取一通关最高者,拆表斩屋,作案上贵逐器,革门使银表案入魅,却出轩云,侧进贺表,如有太后,即宰相率两班,复西内称赫, 据陪姓玉东关奏祭,在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,上誉韩元殿寿朝,太子太师鲁军,年八十亿,自乐口全之南部而及殿口,称贺尚前,称荣郎反,据朝徒之之十二年元日,韩元受贺,太子少师柳公全年一八十亿,复雷百官首,韩元殿平口远,自乐口南部至殿下,立以免口,称贺之后,上尊号圣敬为司,和武广孝皇帝,公权物,岳光武和孝,御史丹初之伐一级奉科,七十知识九点也,公玄 不能克尊典礼,老儿受辱,人多惜吃,从上数量,则材料可知,圈独贺表的职责,往往是由朝中官位最高,最得高望者担当,无论地位于身份师和等尊贵,在元旦大朝会之时,一有失礼,必成无疑,即便是一人之下,莫人之傻,本有公权,也曾难逃礼法,受人耻笑,宫廷朝克礼,帝皇帝赤艳群臣其中,饮酒做师,以增压心,一,则炫耀才学,二来为新年祝星,唐代的诗歌有起发达,截日民俗更是文人 默克,竞技的舞台,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,元日朝作的英志之作,而这些诗作中出现了不少官吴君臣,供饮浇白酒的内容,这,是民间风俗与宫廷礼俗互动的结果,据唐诗记事,记载,经龙四年,公元711年,正月朔,唐瑞宗,赐群臣百叶酒,群臣多座正弹,赴百树诗诸五平一诗,绿叶迎春绿,寒诗立岁寒,远诗百叶寿,长凤莫冕欢,李幼诗,金杰玲东静,芳 心带穗方,能令人异寿,非止射寒香,此类交白酒英之诗为,是诗人赞美百数物性,即以表达人其年祝寿的美好远望,主流的英之诗,是描写原日朝会的隆重场面,此早伐历,内容极为空洞,多为为帝王歌功颂得和本世太平之作,如历史,奉和正代临朝英诏,诗云百灵诗宣后,莫国会屠山,岂如金瑞哲,卖古独光前,生交易四海,朝宗隐百川,这类英之诗不占少数,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唐代 在袁丹朝,会宏伟壮观规模空前的概冒来源了啦,历史编辑浩月书审核和合力周素转载请著名出处